大家好 我是飛鴻 今天是10月4日 星期一 今天的影片比較晚一點 不好意思 因為比較忙 星期三馬頭谷會跑九場的夜馬賽事 這次是用A難的 這次又開始跑九場 預計之後經常都會是九場 這樣A難 首先講跑道之前 我上次的貼紙成績 中了合夥年代 希望大家都跟到 另外先讀一下名字 多謝 有課金支持我的幾位朋友 KK Wong Chi Man Zhang Derek Tam Ka Hong Chen 四位多謝 跟著 跟著到 今次了 右上角我貼上連結 尖前顧後那一條 大家可以按回去看 有關跟著馬 或者我上次的總結 跑道之類的東西 今次A難 今季未用過A難 但其實那個Pattern都跟上季一樣 因為上季其實經常性 一休息完兩個星期 中間的Gap 就會做一些疏水工程 然後就會輪到A難 今次也不例外 隔了兩個星期跑谷草 養了草 而且又做了疏水工程 這樣其實有點矛盾 因為養完草 多數的草好一點 更加利防 但是呢 做了疏水就會軟一點 場地沒那麼乾快 沒那麼硬 對放頭馬 前置馬來說 就沒有那麼好處 但是呢 看回之前的紀錄 很多時候 隔了兩個星期 其實呢 就是前者的因素 就是比較大的 就是什麼呢 前者的因素 就是 嗯 這個養完草 太漂亮了 所以呢 其實尤其上半場 是經常性 放頭馬 是厲害一點的 那麼 後段呢 可能會稍為一追 但是呢 我自己今次 因為之前那兩三個星期 其實太乾快了 就是開羅到現在啦 那可能呢 這次的梳腿工程呢 我自己覺得 它又 嗯 它又未必會 說真的 好像之前那樣 繼續是放頭 那些惡勢 尤其是 就是中場圖 至於中場圖 我自己就覺得 啊 未必是這麼一面倒的 相信比上次來說 但是整體來說呢 我還是會 要一些有好位 的馬 對啦 那呢 就開始今次的 推介 那首先呢 就 我想說了這個 我今天整整這個 練馬斯分場表出來 那因為呢 我覺得今次的賽事呢 其實就真是 極之有暗湧的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那些大馬房呢 只有羅庫泉 是出馬 是積極的 還有排面馬 真的多的 那因為呢 你看看 除了池泉那堆 除了羅庫泉 排面很明顯是厲害的 很多熱門的 那其他數下去呢 全部不是真的不好的 我覺得高東尼OK的 但其實高東尼經常都是按上下的 那些馬 然後呢 你再數下去 偉大的量多底質 我覺得很麻煩的 蘇偉賢呢 就 我都覺得 它不是質身馬來的 其實全部都是9電池 所以我都覺得很麻煩的 反而 丁冠豪呢 都更像樣少少 個別 一兩隻 那另外 博薩甲擺老榮呢 就是文家良 跟著呢 就是數到我想說的 霍利士了 那其他呢 我都覺得很多都不是太像樣 那你變相呢 我覺得那些菜果 可能都幾 出人意表 那我這次呢 就吃得很偏 我自己覺得 就選到霍利士 這張圖也說了 就是 其實呢 其實呢 我一向都 整天都當霍利士的馬是透明的 我自己 因為呢 我都挺麻煩的 這個蓮馬斯的 但是呢 始終谷草啦 它的馬真是殺性一點的 畢竟呢 都隔了整兩個星期 沒有拋過谷草的了 那它之前那兩期日馬呢 那些出馬只有兩隻 一天沒有 一天兩隻 那就是好像放假一樣 這樣呢 放完假之後呢 我期望它積極一點 那這次的陣容呢 都OK的 真的 那這樣 這場叫第六場 48650 那我選了一個就是霍利士的噴火龍 那為什麼要選噴火龍呢 都七歲了 這隻馬 但是呢 那這場馬其實是一隻馬 新星我很喜歡 就是真錦 那但是我等一下再解釋 為什麼我會選噴火龍呢 那噴火龍呢 本身 這隻馬呢 其實以前的班底 不用說了 它曾經去到七十幾分的 就是 至少呢 它六十多分的人呢 一定是贏到馬的 它以前 一出到第一季 它就3V 就是霍利士一季 3V的馬有多少 還要經常有包尾追上來 因為它跑短途 那樣呢 就是能力就高了 一定是 但是始終呢 你說它那樣四歲 也七歲 但是呢 跌了一點點 是毋庸置疑的 這件事情也是 但是呢 至少上季啊 即是這場 3-2-3這場 上季 蘇美倫呢 混身解掃 拿出來走 很漂亮 砌到盡 跟它跑到第二 當時呢 它是輸給什麼馬 輸給馬爾代夫 馬爾代夫 現在是三分 跑田草 都會做大熱那些馬來的 那因為真的有實跡交出來 至於這隻噴火龍呢 駁完這場呢 因為這隻都是神仔馬來的 其實都 它體型不是太大 但是呢 它都還可以 現在是重了 反而年長了之後 但是呢 即是那時候 這次宋明倫這場 就是它上名最重的體重 就是1053 那它現在1,040磅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因為它以往 年輕一點的人 是1,000磅左右 那樣呢 所以 這隻宋明倫 這一場呢 其實我覺得 宋明倫當然 已經跑高了 這隻馬來講 但是呢 當時它54分 現在是多少分 你看 現在呢 它43分 大佬 即是已經被當時 跌了11分 這個已經是 續續兩場頭馬的差距 來的 而且呢 你看回它 上季尾 其實它減了很多分 因為它又跑3,400 說真的 你馬老了 你跑3,400 完全不是一件事 但是呢 遲到呢 其實它輸不遠 遲到 而且季尾這場呢 其實我覺得 非常之不錯 這場831 這一場 7月14日 殺科那晚 這樣呢 這場的頭馬就是 豪虎之王 接著 你看到 那些賽事 而呢 當晚呢 即是殺科那晚呢 都是很趕快的 這場來 都是擺錢好的 那你看一下 噴火龍呢 就是第11位 因為配憑過年 完全不是球的了 一追追上去第四 那它在哪呢 11檔起步 11檔起步的就是噴火龍 有眼罩的 那因為它是外檔 所以其實前速是OK 是中一 但是它也要穩滿足 那看回它後面的Friend 它身邊831 是家長 這場是附近的 然後包圍了 那些斬光 再去成 那它前面3段 那些 就是這一期的馬都會跑 就是優達星 然後 然後鎖上前面開始 放頭呢 那隻應該就是 波火龍 然後出面就是風火快樂 然後就 開心又來 就像浮晒那隻 然後呢 跳來它是街轉沙龍 然後中間就是這場 附近的 中間是Gample 另外一隻三段 就是天衣無法 接著就是金錢廠家 然後全面三面 就是優達星 然後這條眼人 一袖完章 然後就是 這隻 這隻 正光對城 就跑了上去 那現在噴火龍馬走了出去3點 那這包尾是家財 噴火龍 因為這場賣 你見到賣的賣的賣的賣 你見到賣的賣的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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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賣的賣的賣 除了賣的賣 那現在是賣的賣 那現在是賣的賣 幾隻三點牌的賣 順序 現在是6-7點 大概是 最洩中之士 那麽 前面呢 出了來先是一隻 風王快樂 接著就是 風王快樂 接著就是 風富之王 然後全面的賣 來追他 你看到大岡党的賣 其實這幾個和勢強 現在呢 他這樣撲石 你以為是第三 但誰知道 賣的賣 中間夾著他的賣 這三隻賣 都是賣的 那三隻賣 那三隻賣 但是呢 看回贏那兩隻賣 就打掉了 那麽風王快樂 那麽風王快樂呢 你看他現在的賣死 都不完 結果今季一出 就贏了 還加了一隻賣 重飛贏 那樣子 這場 至少 有些人不知道這隻賣 那麽風王快樂 那麽風王快樂 就出了 那麽風王快樂 就是磕巴沙姐 那麽風雄菲 那麽風王快樂 那麽風亡快樂 那麽風王快樂 我自己有麻痹 那麽風雄 那麽風雄 這麽風雄 這麽風雄 精神革 他在這麽風雄 那麽風雄 就 Terirsiniz 所以我就觉得水准真的不错 其实这只噴火龙 这一场至少它在四班一定有足够的能力 当时它是背着121磅 你看看今场马它是背着116磅 再轻也有5磅的 又是足足一场球马的差距 所以我觉得噴火龙去到这个位置 是有反弹空间的了 绝对是 而且最紧要这场马 其实它排过三档 以它的不错的前速 其实它可以守到一个好位 我觉得它可以跟苏文林跑那场差不多 守住个五六位 第三格左右就正好了 最好拿难了 这场马其实对手很多都不太 好像都挺是正的 譬如湘哲棍上场这样 1200这样爆端极速追上来 但是我自己看大家都七岁马而已 它评分高位 噴火龙就差不多低位 不是那么高位 直接是低位 这就是评分高位 以前都是五班头马而已 我说真的我宁愿博这只噴火龙 就软胜这个双智棍 那其他呢 其实真感 我刚才说了我很喜欢这只马 上季一直都很喜欢 但是它的操练 看见都很害怕的 他八月底就缺货 接着就赶功夫 这些真的叫做赶功夫了 真感 不好意思 我在这里开 真感这种 真是叫做赶功夫 为什么呢 就是呢 它六月头数了 本身没什么 因为它八月中 八月头本身 已经开始快跳了 但是呢 八月十四个条件 就不见了 差点两货左右 接着呢 到九月七号才出回来 它又没有缺货的 也是有量的 但是我已经够不安了 说真的 接着呢 打了个小闸 立即摇 然后再是大闸 还要刻意去骑上去 来抖它 那样呢 还有我觉得呢 这只马是一千二百多磅的巨型马 真感是 我觉得呢 它是需要一个弱而生的 那样相反 噴火龙呢 虽然它也是跪流错处 但是呢 它那么小 就是靈活一点的马 我觉得它是可以第一次来的 还有还有一样真感 令我一点点不舒服 就是这只马 就是巴道草的嘛 接着呢 巴道宁愿就选了 其实是真王 就是一只处女马 那样呢 最初跑先录的处女马 都不够振狗 我就不知他们和高伯生搞得怎么样 但是 总之 既然有疑问 那样 我宁愿看一破了 反正都是高伯生和霍利斯 那这件事呢 我先选霍利斯 那另外一只 有些疑问 就是竞力威龙 因为他流言被他复出的 那又 那些粗年都不是太足够 接着 雀翘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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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上铺都不错 所以那天 利放一点的话 我都会用雀翘飞道 来打回贫火龙 不过肯定热 当然 莫尔拉奇 苏维尔的马 是的 但是莫尔拉和苏维尔的合作 一般的 要记住 到时再取舍了 然后金斯大将 始终他一只 连披都没有过的马 希斯加潘顿 这个叫黄金组合 现在一定被人取得到 那样 我不是说他们不黄金 但我觉得 我的意思是说 马黄金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成绩 你如果每一只 他降了十几场合作 全部都是金斯大将的话 如果你有这么好的成绩 我真的写个伏字了 现在不是不放当然 但是是伏一些马 就是不是说 你们两个一定是王者 那样 就是看马是怎样 所以西一下西一下 西政喷火龙 这场马步出应该OK的 因为 就有桥飞道 这些都有机会放 然后就是 遇风超景 一时放一时不放 那省岸才增情 都应该放在前面 所以都够马走 噴火龙有个好位 我觉得形势都挺帅 那这个就看回那场 刚才看过那条片 那个last 噴火龙还在23.36 那不及家财 但是始终家财 是更加年轻的 他跑沙田也可以 那也不及 省了位的暂光聚成 因为噴火龙转弯 真的蝕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last 已经很厉害 对了 那接着呢 再下去第七场 我马回到炭音局 第七场是跑回1200 就是四班1200 很少可 其实都很少可 看到第七场 还是四班1200的赛事 那这样呢 那这场马 当然 我先戴一头盔 其实呢 我会将中复者 应该是 放在第一或者第二位的 那因为呢 始终这只马太裔了 加上文家梁 整个手马 的部署都很厉害了 那这个中复者呢 我想不到理由呢 除了你说加了7磅 那其他理由呢 就不太充分 你说一眼看死他 12档又怎样呢 都没有马走 那这场马 那他都跟着放了 那当然 这只马 我觉得他有遮挡呢 追一两只马 会比他自己放头的 那但是呢 就 始终他这一最大熟大勇的时候 放头就放头 我觉得 那但是另外一只 我选了一个马 就是战虹三千 那这样 战虹三千呢 其实11档 霍恒星 全部都是负面条件来的了 那但是呢 令到我想起一只马 那之前受我教训 就叫木火同名 那他落班 当时是11档田太安 那这样呢 我就因为11档 就想不到他怎么跑呢 那结果就 我收了皮了 那结果那场马 田太安就很聪明了 搜到个二叠的第八九位 那样的 就是不用流浪尾 又有遮挡 那样 那样就一攻而破 那我觉得呢 那我觉得呢 自从三千现在呢 那我不期望霍恒星 做了田太安的事情 那但是呢 首先呢 自从三千这只马呢 我觉得他在四班 一定是好处的 首先呢 三班呢 主要呢 因为他上季呢 做个会验被覆盖的手术 就是矫正一些呼吸问题 那样呢 但是他虽然头了四个月 但是他复出三棵呢 跑了三班 虽然你说 那个档挺好的 但是你始终三班都没有成绩了 还要做完手术复出 減死买到三至五倍 根本有很多人真的赌钱下去 你整个马之鲁三千 就是很多人看好他 那因为他四班的职硬正 譬如他赢马苏明伦这一场 他赢了那一只叫进马风采 那这一场290呢 我都觉得很高水准 即使这一场254呢 他全程莫雅那一场 全程走outside 走三点望空 直路都爆上来 跑第五阶 输半的马位 就是整堆马一起过 那样呢 他在四班根本就很有能力的 只不过呢 有时候是马韩站 有很多阿知阿捉 这一只马有 那他升到三班之后呢 其实前速呢 就明显是被人比下去的 但是 而且因为这只马是越来越厉害的 所以他上季尾都戴上眼罩 那样呢 但是厉害都不要紧 他都起码会聚 那样呢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他上一局的厉害呢 就是有少少 就是部署上的厉害 摆明是球降班 减了个分的了 那他上场呢 那个名车厚得很紧要的 就是今季初出054 他是跑尾2 还有那些飞的冷度不得之了 十二档也就是培用 全部东西都不对路的 那你一起步呢 就看到他有多不对路的 这一场马 11档 自动三千 sorry 12档 12档而已 因为我开了一条巡楼影片 因为他的直路太厚了 看不到他 而且你的巡楼影片 才能看得真 他的那个 究竟有多亂来 他的直路 那这一马呢 其实他一例牌 整天一出来 他额起头很蠢 那这样也不要紧要 但是他立心捉下来 结果呢 现在呢 他零零丁丁自己一只包尾 包尾的就是自动三千 尾伊的声势来的 前面是万众力德 跟着就是这个人狐加盛 然后呢 就走一旁就是这只 这只 头狼超影来的 然后前面放弹 蛋大雷马 合冲共济 12马那些 然后就是这场头马 二叠那只 第五位那只 就是这个范歌宜 外面有高明俊掌贴 是场景精彩来的 那你看全程 看他自动三千 怎么跑 留意着尾 sorry 可以 留意着尾 看看自动三千 怎么跑 那这样 他现在呢 就跟回马裙 但是钓着声势 贴到蓝脚 那不过呢 其实他都还是 零零丁丁自己一只 在尾上 纯粹叫跟回声势 你看他跟尾三 那只马重力德 柔加盛 这些 都差三个马位都有 大哥 那这样 准备转马入直路了 他又完全没有意欲加速 你见最后呢 蔡云绍呢 就是很定着马 很老定 那还是 那前面的马都走了 所以他这个位 转弯的人呢 他落后到前面 就是如果你用回 柔和嘉诚 来比 刚才一路说的那只 现在呢 就拉开到四个马位 左右了 那这样他转弯 当然不用飞出去 连连连叮叮自己 一只跑而已 那他一直在里面 留意着包尾 黄走那只 那一只 那一只 完全是试杂的 那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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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试的高大 就是胆大开猛 那这样就 试杂式 那这样就过终点了 完全是 没有东西给 任何东西看的 那 所以名次就这么厚 但是你看看我拉斯 自从三千多天这场 他自己这样试杂 他拉斯终了22.75 当然你说他早段 真的留了很多力量 但是你看看22.75 不是什么概念 是 只有声势化的他 那声势真的有奇 刚才 声势就是 你看多一次这只镜 你就明白了 声势就是 现在他们一起转弯 黄帽 蓝3那只 声势 所以 起码打边 推下去 这里 正在上前 不过 就 有牆 阻挡着他 但是起码 真是 真是 所以 我觉得 自从三千 这个拉斯时间 其实都证明了 他是有能力的 三班 不过 四班当然是稳固一点 还有 始终 霍利时 到现在为止 都自日第六面 今天为了新例 就是五班赛 霍利时 有很多五班马 但是五班赛 你要互级的话 就一定要看这条数 那样 你这些 喷火龙 和自从三千 都是啦 你在四班 这些马 你一定要赢的 你再 没得再退 你再退 你再退 收眼信 所以 自从三千 这一场马 是的 表面条件一定不够 你纯粹吃住了级数 的确是 但是呢 他的级数真的高 因为呢 你看看那些 同场的那些 两发宽藤 这些 上一局 他和有运来 串Q 但是我自己觉得 那场马呢 就 那步速是超慢的 我自己对那场马的水准 就挺有保留的 因为是有太慢步速了 有运来和那些 两发宽藤 是赚的 一起赢的 而有运来 打人脱 那天 两发宽藤 我都觉得已经是一样 所以 结合回来 我就宁愿要回总复者 和自从三千 这个混合 这样 就起码 虽然你说上了十二档 但是至少他应该有赔率 是吧 那然后 还有 然后 封满宝呢 我是有点害怕他用了一拱力 而且又换了人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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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满宝就给了梁家俊 这样 其中有点奇怪 我自己觉得 这个 这样的 形换影 这样 是啊 总括来说 那封满宝和那德嬌 我觉得不是特别厉害的 当然他们都是能力的 但是就是这样 这场马 反而 麦拉一路顺风 那天下 我自己就不太喜欢了 所以 我就觉得自从三千 吸收一定是高的 而 而中复者的跑法相对会稳定一点 还有 那个势真的很锐 很锐 那再结合 那今次的提示 那我就选了 六场十的 噴火龙 接着呢 就是 七场四 中复者 和一号的自从三千 那 因为 今次呢 我自己觉得 这个赛事真的难测 的 难测在什么呢 就是 跑道的形勢 不知怎样 养完草 好啦 而且呢 就马房的部署那些问题 那所以呢 虽然你说六部长 有巨颗的多部 但是 我自己 你说挑战它 可能的budget 要 多的 那我再想 沉淀一下 明天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再推介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支持 那希望找多几只 注射复星 啊 火连袋那些出来 多谢大家 好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未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就按下面的红色按键 订阅它 给个支持我们的创作者 多谢多谢 另外点赞、留言、分享 拜拜